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被大家寄予了后往 被认为有机会成长为一名顶级内线球员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贾尔斯在进入NBA赛场后一直饱受伤病困扰 这也导致了他在NBA的四个赛季中 总共只打了142场比赛 没有一个赛季的出场次数超过60次 在这142场NBA常规赛比赛中 贾尔斯的场均出场时间只有12.9分钟 场均数据也只有5.8分3.8篮板 1.2助攻0.4抢断0.4盖冒 投篮命中率51.1% 三分命中率25.8% 罚球命中率67.1% 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 他一直很难得到各支球队的信任 不管是在萨克拉门托国王 还是在波特兰开拓者 他的表现都是比较一般 缺乏太多的亮点 值得一提的是 他上一次出现在NBA赛场上 还要追溯到2021年5月17日 距离现在已经超过了两年时间 目前勇士的阵容中包括了13名球员 他们正在努力寻找球队的第14人 贾尔斯毕竟身体天赋出色 而且在技术上也还算不错 而且也才25岁 他看起来正式是勇士需要的类型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最新的CBA Collective Farkening Agreement规定 贾尔斯由于在新秀赛季直接赛季报销 没有参加一场比赛 他也有资格在新赛季继续 以一份双向合同出现在NBA赛场上 也许勇士还可以再赌一把 他的潜力 用一份双向合同与他完成签约 拒绝降线 再见勇士 荆州堕落的关键不止格林 你再难和库里齐名 再交易送走波尔 用另一份大合同留下追梦格林之后 勇士未来几年的策略就已经很明显了 他们开始放弃对未来战力的保障 全力围绕着库里 格林 刻来这几名冠军核心成员搭建阵容 此前就有勇士随队记者报道过 勇士将利用好库里克莱等人剩余的时间 尽可能再去冲一冲冠军 很显然 格林的续约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勇士要搞定克莱的合同了 或者下赛季将进入5年1.9亿美元合同的最后一年 拒绝降线 再见勇士 荆州落寞不止格林下滑 你也不再是那个顶级的三点 这段时间对于勇士球迷而言 绝对是煎熬的 首先 在格林续约勇士之后 大家都很清楚 勇士管理层下一步核心运作 就是搞定克莱的续约合同 而且所有人都清楚 勇士想要让克莱降薪 并且是接受不小幅度的降薪 但是随着浓眉 签下了一份刷新杰伦布朗 保持了没多久的平均年薪记录的提前续约合同之后 看着其他球队 开始纷纷和合同期球员完成提前续约 克莱的续约不仅没有达成 关键是勇士方面 如今都没有传出什么双方会提前续约的消息 显而易见的是 双方在续约金额方面 有着不小的分歧 克莱并不愿意接受巨额的降薪 根据NBA记者马克梅迪娜的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尽管勇士和克莱双方都会努力确保 后者剩余的职业生涯一直留在勇士 但是考虑到勇士希望大幅度削减开支 加上克莱如今表现得不稳定 双方的续约合同金额 仍有待观察 预计勇士将会以处理格林的方式 在下赛季结束之后 在处理克莱的续约 在我看来 这是勇士方面给出的比较体面的说法 说直白点 就是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跟此前的格林一样 在维金斯和普尔 先后完成提前续约的情况下 格林成了此前 唯一一个没有和勇士 达成提前续约的核心球员 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妥协的 还是勇士 他们只能用另一份 四年一亿美元的合同 留下格林 普尔成了牺牲品 这样来看 克莱的情况也差不多 他不希望降薪 到了下赛季结束之后 他同样会尽自己所能 多拿钱 毕竟谁多清楚 下一份合同 会是他职业生涯的 最后一份大合同 对于克莱不服软的性格 勇士球迷 应该都是心知肚明的 就拿过去这两个赛季来讲 克莱在进攻端 经常让球迷感到头疼 他会和自己较劲 会打出很多出手术 高于得分的场次 而且从来不愿意牺牲 回过头来想想 克莱是一名新秀时期 就敢在面对球队老大 蒙塔埃利斯的质疑指责时 说出他们花钱 就是来让我投篮这种话的球员 可想而知 他的自尊心 不输任何人 包括库里和格林 这些年 勇士在实力方面的下滑 球迷们都有目共睹 尽管比起打出73胜的赛季 库里 克莱 格林都在阵中 巴恩斯也升级成了维金斯 但实际情况却是 除了库里之外 格林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格林 与此同时 克莱也早已不是那个攻防 都能达到顶级的侧翼了 只不过由于格林的问题 克莱并没有被过多指责罢了 5年1.9亿美元 这份合同 在当时完全就是一名顶级的球队核心 老大档次的合同 在某种程度上 勇士也有奖励克莱的成分在内 克莱的真实价值 达不到这样的级别 而如今 克莱的防守段 他再也不是那个 可以从一号位防到三号位 都能打出顶级防守的球员 除了面对一些靠力量的高大后卫 克莱还有一些防守经验之外 面对其他人 克莱的脚步 没有任何优势 受伤之后 他影响最大的 就是防守 在进攻段 克莱也变得不够稳定 这次季后赛 他的三分命中率 是生涯最差的表现 在勇士建立王朝的初期 谈到库里或是克莱 球迷们总是喜欢把水花兄弟挂在嘴边 因为两人场场联手扔进十多级三分 联手轰下五 六十分甚至更高 可如今 水花兄弟这个词 越来越没有人去主动提及了 因为克莱几乎再也打不出 能够和库里相提并论的水准 进攻端 他远赶不上库里的高效和高产 防守端 他也不再是勇士外线领防的第一选择 可克莱却依旧在场上固执 所要薪资方面表现强硬 勇士的落寞 真的不是格林一人造成的 恭喜汤普森 勇士做出正确决定 库里说出实情 保罗并没有被认可 在今年的休赛季 金州勇士到目前为止 除了涉及到普尔的交易外 几乎没有什么亮眼的操作 可能得到保罗 也算是对于他们的一种安慰吧 毕竟保罗依旧是这个联盟里 独一档的控球后卫 他的存在能够更好地控制 勇士的节奏与失误 据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 CJ弗尔摩斯最新报道 勇士将会在赛季之初 做出大量的阵容调配 去打造一只 围绕库里为主的首发阵容 但克里斯·保罗 出现首发的可能性 正在逐渐减小 除非勇士在下赛季 还有其他的大交易出现 否则他们不会让保罗首发 保罗的数据 不是他们重点考量的因素 勇士方面并没有指望下赛季 球队能取得多好的成绩 他们得到保罗看重的 是明年休赛期 能为球队腾出的薪资空间 以及能帮助球队年轻人成长 CJ弗尔摩斯表示 这对于克莱汤普森是一个机会 保罗出任替补 汤普森首发 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确实 勇士不仅会续约格林 也会续约克莱汤普森 毕竟酷追汤才是球队的关键所在 克里斯保罗下个赛季 拿到心心念念的3080万以后 可能再也拿不到这么高的薪资了 而勇士对于他来讲 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 其实对于克里斯保罗 我一直都很尊重他 我喜欢以前跟他在西部对抗的日子 他教会了我很多 但我们现在是队友了 我不用再跟他在场上喷拉计划了 他在联盟征战了很多年 虽然身体状况方面下降得很快 但他一直都是以球伤为主的球员 我也希望他的存在 能带动我们年轻球员的发展 克里告诉我 CJ福尔摩斯 克里的话没有什么毛病 更是侧面说出了球队 不愿让己首发的事情 其一 由于保罗身体状态的下降 再加上位置的冲突 包括确实不太适合 出任勇士的首发阵容 其二 保罗在这支球队的作用 最主要还是要帮助球队培养年轻人 所以带队替补阵容 便是最好的选择 但结合库里说的话 还有格林得知保罗来到荆州以后的态度 其实并没有特别地认可保罗 尤其是格林 他甚至公开表明说 保罗能让队内的年轻人变得更好 以及自己曾经不喜欢他 现在依旧不会改等言论 而对于保罗 是不是和勇士更是闭口不谈 在这种情况下 你很难去相信格林 是从心底认可保罗的 格林等人 说的确实也不是没有道理可言 跟保罗在一起打球的年轻人 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 像亚历山的 库克等人都曾在保罗身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 但不论怎么说 勇士作为团结的代表性球队 保罗与球队的磨合 肯定也不是什么问题